好了 中视频又升级了 这件事大家以后可千万别再干了 好吧 你看一周就分进了705.72万个账号 平均每天就有100万个以上的账号被分 最近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 就是中视频它在不断的做调整 你看 以前我们中视频审核的时候是5天时间了 但是到现在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中视频审核周期 现在延长到了7天 还有就是 以前我们这个账号 很少出现那种什么延创被分的情况 你看 我们的账号现在不是延创被分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账号违规 占不支持推广 虽然说没有系统消息提示你违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不管是在流量方面 还是在收益方面 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 所以这件事以后大家可千万不要再干了 好吧 要不然下一个账号可能被分的就是你 你想想 我们现在起个号多难 如果说就因为你自己的操作不当 导致我们账号被分 那多不划算 浪费时间不说还浪费精力 尤其是参加中视频的新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想通过平台赚钱 我们一定要跟着平台的大方向走 以后这件事就不要再做了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比较好奇了 到底是啥事 为啥现在平台处罚的这么严了 聪明的人应该早就猜到了 而且我每天下午也在直播间反复的强调 这件事千万不要再做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视频的底线就是一定要原创 对不对 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视频赚钱 那么就一定要在原创上多下功夫 大家看这个图 对于搬应或抄袭的违规账号 平台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第一周一共分进了705.72万个违规账号 所以搬应抄袭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了 好吧 视频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个万能的赛道给大家好吧 如果说你想在中视频这个赛道上 一个月赚个上5000块钱 还是没问题的 好吧 那么为什么说搬应抄袭不建议大家去做呢 因为中视频对这个原创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 我们很多新人都想着利用别人的素材来加工作品 然后去参加中视频 像影视剪辑 动物盘点 搞笑盘点 还有什么监控下的荧幕 这些赛道我们新人是不是都特别喜欢做 因为觉得他的素材比较好找 在网上都能找得到 对不对 而且还不应落点拍视频 以为我们只要骑下虫抽针 补针 印镜 装厂等等 只要把这些技术手段用上了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除不知 当我们把这些技术手段都用了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还是原创过不了 对不对 不是被扣分 就是被分号 所以像这种搬应的 抄袭的 搞恶唱的作品 真心不建议大家就做了 好吧 因为原创标准了 它总要在平台的手里面 我们压根就不知道 作品要加工到何种程度才能过平台的原创观 俗话说 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所以我们很多加工赤品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升级 但是你别忘了 平台它也在升级 现在每周被分700多万个账号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想做好中视频大家记住 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我们记住 一定要去做正能出镜 因为出镜 它就解决了50%的原创问题 那么出镜里面 还有很多赛道我们也可以去做 那么在这里面 我推荐普通人 从真人出镜 口波开始入手 为什么呢 因为口波它一个人就能做 拍式简单 简直简单 关键是轮椅打造人士 打造IP 而且做锤子 它的粉丝年性又强 特别适合我们普通人方式的 关键是 口波做好了 它后续的变现其道比较多 变现潜力比较大 还特别的轮椅锻炼一个人的能力 哪怕后期 你既做其他赛道也轮椅上手 所以是个万能的赛道 推荐我们这种素颜的普通人餐饮 好了 视频的最后 记得关注刘哥 一个专门研究及分享 中视频经验的博主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